好 辛苦了 辛苦了 台中市長劉秀燕一路飛機 就隨便坐車關回去台中 去再開用變動心參加飛機 我趕回來了 跑得比颱風快 本來要去美國10天 他是緊急法庭自己坐飛機回來台灣 後少兄弟由副市長帶隊繼續行 就是因為空台北來 在美國落地時候 接收到這樣的訊息 就當基地段 就是我要個人要回來作證 只希望趕在這個颱風來之前 那所幸行程都算是順利 起到美國沒那麼十點前就隨便回來 盧秀燕就讓六爺志祺說 這樣作秀敢不太過頭 我覺得這個作秀做得太過了 這並不是北高高鐵一日遊 是坐飛機 對盧秀燕來說 就是作秀比決斷力更重要 盧秀燕市長落地數小時後 才獨自返回台中 此舉用意何在 是否作秀性質大於防災性質 希望大家現在在防台 那正式口水就免了吧 那希望這時候 正式不要再干擾防台的工作 六爺人是回來 淹哥到二三半沒了 政策這裡等我 說只是要去天班天科 民眾說這樣鄉鄉不會有處理 就是十二點才發布 我覺得可以再早一點 十二點多 快一點才宣布 所以大家應該都有點挫折不及 要提早公布啊 提早公布啊 不然早上還要聯絡各務 停班停課急轉彎 真的只是要為了討好這些選民嗎 似乎是一場政治作秀 一心只想拼總統嗎 其實我在空中也做了相關的決策 看起來這個不但進入暴風圈 而且它風雨會達標 那當然就要放假 人家說洪泰政地下一個市場 打到美國就要換頭誰回來 民視新聞台中綜合部的